大家好,又是我Benny 以前我在碟子設備上 其實是想製作一些標記 你知道家裏有很多火牛 火牛通常我們手寫 或者貼貼紙 以知識別的 究竟這隻牛是擦哪隻電子產品 其實用手寫 例如白色環號 有很多牛是黑色的 寫上去是很不方便的 未必能看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會買一些 Brother的帶毛機 在上面按下一個按鈕 去按你想打的東西出來 逐顆按鈕 其實是比較 那部機器本身是很大 然後逐顆按鈕 反應會比較慢 所以我在網絡上 看到有一隻 叫做 精神 精神 打印機 類似單模帶 這樣 只要是儘管 賣了100元人 打開它 有二維碼 接著 裡面就是一部 這邊已經是一個打印機 其實是一個小刷子 那些熱敏紙 熱敏紙 放在這個倉庫裡 合起來 你會看到是一卷卷的 這些熱敏紙 放在裡面 然後關上那個倉庫 透過一部手機 可以連接 OK 有多好用呢 讓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打開盒子後 你會發現有二維碼 打開盒子後 你會發現有二維碼 用手機 下載 用一個barcode scan 然後 你就可以下載 它的App 名字叫打架寶 打架寶 進去 進去之後 選擇設備 設備 設備之後 現在還未連線 打開 長按 按 聽到聲音 嘟嘟嘟嘟嘟 然後 搜索設備 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 找到 打架寶 這個PENTA 現在已經配對了 出去了 在這裏 在這裏 你會看到 有些選項 按一下 按一下 你就可以打你想打的 例如 Toy 或者打小米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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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你還可以選擇 大小 可以放大縮小 可以放大縮小 我可以選大一點 然後 可以選左 右 粗體 中間 下滑線 全部都可以做的 很方便的 例如說 這些紙 這裏有很多紙給你選擇 有很多不同紙 當然 就看你示範 你選擇什麼紙 如果你是白色的紙 那當然 沒有這些事情 所以 所以怎樣做呢? 其實這裏可以讓你去掃描 按一按右上角有一個掃描 譬如說我買了這餅 金色的 橙橙橙橙的 當然了 究竟屬於哪一隻呢? 這裏有一個二維碼的 我可以在這裏掃一掃 掃一掃盒面的二維碼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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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就馬上轉了 金色的 粉色 小米火牛 然後呢 大一點 粗體 在另一邊呢 我就把這些 葉粉紙 這樣進去 這樣進去 第一次 然後呢 很棒 這個呢 小米火牛 然後呢 我們就在這裏 可以貼上去 記得這個醜樣的字 可以嗎? 不要 放在這裏 好嗎? 這裏吧 再說一說呢 究竟它的質地 是什麼質地 它這個呢 其實呢 葉粉紙呢 摸下去呢 就不夠三 Brother那隻 那麼厚的 不夠那隻 那麼厚的 但是呢 摸下去呢 是滑這些的 表面這裡是滑的 那麼基本上呢 我覺得它是防水的 防水的 那麼 防火呢 就不清楚了 或者我們遲些做個測試 看看它防不防火 但是防水就一定是了 那麼應該都應該耐用的 我撕下去呢 應該不會太容易爛的 OK 那麼 都 都 都不錯 那就不會和這些杯 攪亂了 還有 有時候家裏的WiFi密碼呢 都可以用 所以呢 我覺得呢 這塊 這樣的 Printer仔呢 就真的幾好用的 因為它小塊 不像Brother那隻 那麼大部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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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打到字體 是多過Brother的 可以打到中文 中文 還有你 你 你不需要說 要這樣 用速成的輸入去 你 說出來都可以了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輸入來講 亦都是方便些的 那麼 所以呢 這部東西 不錯 幾好用 一塊水而已 只是一塊水而已 那麼 那些帶來講 十幾塊一桶 那麼 不錯的 這個選擇 好了 今天 Ben爺的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麻煩 訂閱 如果喜歡我這段影片 給個讚 我會製作更加多有趣的影片給大家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